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型机位射绿墨色 歼20绰号雷龙 名副其实侧弹舱采用创新结构 可将导弹发射挂架预先封闭于弹舱内 发射时展开至于机体外侧 同时配备专为歼20量身定做的切尖带翼的P-12重大改型 P-15中距雷达制导空空导弹和P-101红外近距格斗空空导弹 可以通过头盔瞄准具向后射击 歼20适用于阶梯歼10 歼11等机型的中国第五代战斗机 于1997年美国第五代战斗机 F-22猛型首飞的同年正式立项 首架技术工程验证基于2009年制造成功 并于2011年1月11日 在成都黄田坝军用机场实现首飞 2016年11月1日 歼20参加珠海航展 并首次对外进行双击飞行展示 2017年3月9日 中央电视台报道第五代战斗机歼20 已正式进入空军序列 2018年2月9日 歼20开始列装空军作战部队 歼20在成飞机场上空做精彩表演 展示强悍战斗力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 申见科大校5月9日发布消息 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隐身战斗机歼20 近日首次开展海上方向实战化军事训练 进一步提升空军综合作战能力 歼20出海训练 还特意演练了对海上目标进行攻击 从这个报道可以看出 歼20战斗机和美国F22不同 美国F22战斗机专注空战 很少进行对地攻击投弹训练 而且加装精确制导炸弹 比投射空空导弹晚了很多年 而歼20战斗机是空地空海双U 并无偏科 美国F22战斗机只有183架 其中30多架还是国内专用训练机 不能出国参战 由于需要全球存在 中东 欧洲 外加西太平洋地区 以及阿拉斯加防线 美国本土 按任务区域分配 能长期驻扎在日韩或者关岛机场 对中国形成重大威胁的数量 少之又少 不会超过30架 F22战斗机 虽然可以投射精确制导炸弹 但是很少使用 主要精力专注空战 实际上 对中国构成重大威胁的不是F22 而是F35 原因很简单 F35数量多 普及快 中国未来防空作战 最常见的对手就是F35 现在周边日本韩国都订购大批F35 总数超过200架 未来估计还会增加100或者200 可以预见的将来 印尼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印度估计都会采购F35 甚至最严重的情况 越南也可能拿到F35 F35战斗机到今年总数将会超过300架 而我国间20到2018年底 估计不到20架 数量差距巨大 虽然成为新建多条生产线 但是也不能很快弥补数量的巨大劣势 美国F35开始下饺子 日本已经到手一批 而且紧抓自制 对我国形成严重威胁对抗形势来说 歼20是唯一一款能对美国F35战斗机构成威胁的外国战斗机 这从落马公司的PPT讲稿中可以多次看到 歼20具有更快的速度 更强的机动性 类似的隐身效能和高超的态势感知能力 对于F35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这也是中国航空界众多专家远视 对于歼20的根本设定 抗衡F22 压制F35 现在问题来了 难道F35遇到歼20 完全没有机会吗 歼21点照门 死穴都找不到吗 F35发动机尾喷口从正后方看 燃烧是封都的严严实实 雷达隐身超级好不是的 假如歼20使用飞机的不做特殊改进 歼20就会存在一个巨大照门死穴 假如被F35抓住 后果很严重 照门在哪里 尾部 落后发动机的尾部 发动机尾部燃烧时内部和圆柱形机侠 形成了完美的龙波透镜结构 这使得歼20的尾部雷达反射截面增加了几百上千倍 机体完美的隐身性能 在尾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不可原谅的漏洞 可以轻松被敌人从后面上百公里轻松发现 这非常不利于作战 这也对歼20的战术形成了严重的限制 绝对不能让敌人长时间看到自己的喷口 歼20尾部 除了发动机外 隐身设计都不错 AL31发动机和太行发动机的典型尾部结构 燃烧式是一个巨大的龙波透镜 雷达反射截面增强歼20战斗机现有照片 能看到的外表就是 尾喷口鳞片修整成平行锯齿形状 减小一些镜面反射 但是对于燃烧式结构形成的严重透镜反射效益 需要对整个燃烧式设计做彻底大改 这是很大的手术 需要很长时间的实验才能实现 传统喷气发动机的燃烧式 雷达隐身效果极差 从尾喷管管壁来看 歼20现有太行发动机 已经取消了AL31家族的台阶接台阶的零件搭接设计 而改成整块碳化硅锡波材料设计 从这个角度来说 一步步改进 打问题暂时解决不了 先解决中小问题 最近歼20尾喷管前后都做好锯齿 隐身进一步改善 热切期待 三年后的涡扇15发动机 学习美国F-135发动机设计 完全彻底堵塞住这一严重漏洞 那时候 歼20战斗机才真正能做到战斗力不打折扣 超音速巡航 全方位隐身 碑个人 escri为统רא器归 躲美的距离 下移球 这个统 Weiter力 Disney 开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